不少人会当益生菌就像维他命一样吃 已经成为了香港人最常见的补充品之一 不过吃了什么菌落土你又知不知呢? 小委会测试市面上40款益生菌产品 售价由$99到$788不等 当中有不少都标榜是女士又或者儿童专用 当中又有超过一半都没有清楚标识所有益生菌的菌种 而这两款分别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产品 就标示含有粉腸球菌 这类菌株虽然是常见的益生菌 但联合国和世卫都已经表明 不建议人类食用粉腸球菌或者是死腸球菌 这两种菌株比较不稳定很容易被污染 或者会有遗传物质的转移 而变成病菌的风险 而分别有研究指指这种腸球菌的菌株 都是具有抗生素万股霉素的抗弱性 是不是吃了之后一定会有问题呢 又未必一定 但是因为它不稳定容易受污染 所以它的风险就会高 销委会又说超过一半产品声称可以改善免疫力 和减轻湿疹等作用 但都没有临床的研究支持 建议政府参考外地立法规管这类产品 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家长 初生婴儿的腸胃吸收和免疫功能都未成熟 不适合服用益生菌 外国就曾经有早产婴儿 在住院期间服用益生菌配方之后 患上伤其肝菌 引致败血病死亡 所以家长要小心考虑风险了 入口益自尔 入口益生菌 中本